其实很多人都是觉得台湾传统公庙的文化实在是相当的神秘 那么这一次在洛杉矶表演的民俗祭艺团 不但是让美国当地的民众一同来参与 更是让观众可以在台上台下一起来互动 为庆祝双十节九天民俗祭艺工作室 于近日在河滨县展开美加地区首场巡回演出 现场近千人前往观赏 这次表演分三个环节 分别是动五月 家将和神偶 福禄寿三仙的神仙祈福 气吞天下和欢喜神童等等 整场表演并透过翻译介绍 让观众了解台湾传统公庙文化 演员更邀请台下观众上台互动 穿上土地公或欢乐神偶的衣服 学习演员的舞片与打鼓 驻落台北京文处处长夏季昌演出前也勤练打鼓 在舞台上大显身手 乔舞委员会表示 这次的表演不但结合武术特技还有舞蹈 希望把台湾的精致文化展现在当地美国民众眼前 同时也让侨胞感受台湾的公庙气氛 中望电视采访报道